全民黨的氣勢 全臺灣頭的拜託臺灣友 我們共同 選戰進入倒數 國民黨行動順利中場會 黨主席朱立倫 率領黨務高層首戰來到基隆 今天特別選在臺灣頭 臺灣頭基隆來舉行這樣的行動中場會 一方面表示我們大家共同的決心 勝利的決心 一方面我們要為借國良來加油 這一次我們從臺灣頭到臺灣偶 臺灣東到臺灣西 本島外島提名的每一位候選人 都是直直戰敗 清清白白 都是忠道女性穩健物質的候選人 都是可以獲得多數選民認同的現實感 非常感謝朱主席以及我們的行動中場會 能夠在第一次到外縣次來幫助參選人 就選擇來到我們的臺灣頭基隆 大家都知道我們在被徵招的時候 提出我們要引進產業 要創造舊業 然後要關懷弱勢 打造亞洲最有愛城市 這一點我從去年10月正式參選後 已經都到處來宣揚我們的理念跟想法 在這一段期間也獲得了很多街坊 很多好朋友 以及大家對於基隆選情的期待 現在有非常多的長輩 看到國良在直播賣票的時候 不管他現在正在忙什麼 他會放下手邊的工作 很快的騎摩特車 趕到我們的直播地點 然後給國良加油打氣 這個一方面是代表了民進黨的暴政 民眾已經受夠了 這一方面也代表我們未來的選情 是勝利待望 大家說對不對 船長的船長帽給謝國良戴上 朱立倫大力配件市長候選人謝國良 建勇市議長蔡旺蓮 副議長林佩霞 也和多位的市議員到場 凝聚大盆結氣勢 我跟主席跟所有中常委報告 我等我們所有的黨籍議員 所有的里長我所看到的 我們一一的都非常進行 不只是為個人能夠纏連連任 我們為我們市長候選人 幾乎是全力以赴 全力協助 我不敢說我們百分之百 一定怎麼樣又怎麼樣 可是我們真的是對於這一次的選舉 我們不會用審慎的態度 可是我們也有那種很樂觀的期待 這一次我們謝國良市長候選人 我們這一次在基隆頭 我個人非常非常地有進行 行動中場會首戰來到基隆 凝聚大團結 選戰最後一個月 要立拼北北極桃都變藍天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 好嗎 好嗎